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走得好远 谢谢大头 你太厉害了 小明 胖子 我有好东西给你们看 快看 什么 看 这是大头专门给我遮的小青蛙 可以跳得很远的 好厉害 太厉害了 我们也想要大头的遮纸 走 小头叔叔好 我们来找大头玩 是小明和汤圆 进来吧 大头 小明 汤圆 你们怎么来了 大头 大头 我们看到你给毛茸茸茸折的纸青蛙了 好漂亮 我们也想要你做的折纸 没问题 等一下我折好了就送给你们 不 大头 我不想要纸青蛙 我想要一架纸飞机 我也不要纸青蛙 我想要折纸棒棒糖 可以吗 可以吧 蛋宝 没问题 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了 谢谢大头 谢谢大头 大头 这一步做错了 纸飞机怎么这么难 这个地方我总做错 算了 蛋宝 我们先来做汤圆的纸棒棒糖 好的 怎么要用这么多张纸 折纸棒棒糖由八个小部分组成 卡纸数量正确 大头儿子休息一下 喝口水 小偷爸爸 小明和汤圆要的折纸都好复杂 我明天可能不能给他们了 加油 大头儿子 只要你努力了 小朋友是会理解你的 放心吧 蛋宝 我们继续 大头 来了 大头 我的纸飞机做好了吗 还没有 纸飞机有点复杂 我需要再多一点时间 我的呢 我的 折纸棒棒糖做好了吗 也没有 要折的部分太多了 我才做了一半 先折我的纸飞机 不行 大头 你先折我的棒棒糖 是我先说的 不是 我是我 小偷爸爸 我本来是好意给大家折纸的 现在去让小明和汤圆互相不高兴了 赵哥怎么办 大头儿子 别着急 爸爸和你一起完成折纸 怎么样 好吧 大头儿子继续完成折纸棒棒糖 我来学一下怎么折飞机 蛋宝就拜托你了 好的 纸飞机完成 我也完成了 纸棒棒糖了 大头儿子 你发现没有 蛋宝教会了爸爸折纸飞机 爸爸就可以自己动手了 如果你把折好的纸飞机 直接送给我 会怎么样呢 爸爸得到了纸飞机 可还是不会折纸 对 所以说让蛋宝只教你一个人 不如让他教会大家 这样你和朋友们既可以一起开心的折纸 不如让他折纸又节省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这个办法好 我等一下找小明和汤圆一起来折纸 看 我的纸飞机完成了 小明好厉害 对不起 汤圆 之前我不该说让大头儿先给我做折纸的 没关系 小明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那我来帮你一起做棒棒糖吧 好 我也来帮忙 奇妙的露营 小豆爸爸 我们这周末去郊野公园露营吧 大头儿子 怎么忽然想起露营了 毛茸茸说 郊野公园的小狐狸多了两只小天鹅 他上周去露营 白天野餐 晚上住帐篷看星星 毛叔还用手机给他拍了好多视频呢 带宝 带宝 让小豆爸爸看看毛叔拍的视频 收到机灵 小豆爸爸 我们好久没有全家一起出去露营了 去吧去吧 是 咱们的确很久没有去露营了 去 不带我们去 还要带蛋宝去 周末就去 要去露营了 哈哈 太好了 好 好 蛋宝 别着急 这周末我们就能去露营了 小豆爸爸 委屈妈妈 快点 你们还没准备好吗 去露营了 去露营 大头儿子 是这样 刚才爸爸的公司打来电话 说有一个工程出了新问题 我要去加班 加班 那今天不能去露营了 要不先让妈妈带你去交易公园转转 那还是算了吧 我想一家人整整集齐一起去 这样才好玩吗 那就下周吧 好 下周我们全家一起去 我保证 下周一定带你们去露营 蛋宝 不要失望 下周末很快就到了 烫死我了 都怪我太不小心 煎个鸡蛋就把手腕给烫了 不过不碍事 我们的露营还是按计划去 小头爸爸 你轻点 对不起 看来烫得不轻 委屈妈妈 您的伤口不能感染 这周就不去露营了吧 不行 您已经盼了两周了 要不就让小头爸爸带你和蛋宝去吧 不 要去就一家人一起吧 蛋宝 蛋宝 我们不去露营了 将背包放回去吧 收到指令 好儿子 下周末爸爸妈妈一定要带你去露营 下个周末一定可以去的 期待 露营又泡汤了 怎么办 这么久了 天鹅宝宝们是不是都长大了飞走了 已经到晚上了 大头儿子晚饭都没吃 看来是真的伤心 说要去露营都约了三周了 能不伤心吗 我有办法 你看 大头儿子 来露营了 咱们家居然变成郊野公园了 这是怎么回事 蛋宝有3D全息投影功能 只需要找到郊野公园的视频 给投影出来就可以了 太好了 大头儿子 你看 你看 天鹅宝宝 你们也是整整齐齐的一家 咱明智都格外的香 太棒了 好漂亮的夜空 小豆爸爸 围剧妈妈 我们进帐篷吧 好啊 这真是一次最奇妙的露营 好啊啊 好啊 好啊 好啊